各位戰友大家好,我是戰國導遊岳翔兵長 歡迎來到岳翔的戰國淺度旅行 今天讓我們來分析統峽間之戰的重要議題 金川議員上落說 通說認為金川議員率領25000大軍上落 原本以為可以用強大的兵力碾壓支田信長 沒想到戰爭大爆冷門 金川議員竟然在統峽間之戰陣亡 但是你知道嗎 在日本的歷史學界 金川議員上落說基本上已經差不多被推翻了 今天就讓我們來解析看看 金川議員上落說的問題吧 首先讓我們來聊聊 什麼是金川議員上落說 通說認為金川家的血統尊貴 有資格擔任幕府將軍 有一說認為竹立將軍家爵士的話 將由吉良家來繼承 如果就連吉良家都爵士的話 就由金川家來繼承 所以金川議員上落說認為 金川議員協同純正 或是說東海第一攻都沒問題 但如果要說金川議員是東海道第一神劍手 這就好像有點太過跳痛了 言歸正傳 金川議員上落說認為 金川議員打算 匡政是道 終結戰國亂世 他率領數萬大軍 從老家郡和國上落前往京都 他以強大的軍力直接碾壓遠江三河 但是竟然在統峽間之戰輸給了大致若語的資田信長 有一說認為金川議員沉迷於和歌、觸局之類的貴族娛樂 忘記了武士的本分 所以金川議員被黑成是戰國時代的傻瓜殿下 但是如果金川議員真的這麼不堪的話 他又怎麼會被稱為是東海道第一武士呢? 所以在這幾年的漫畫或是遊戲 認為金川議員其實很有才幹跟理想 只是他壯志未愁、生先死 不幸在統峽間之戰 敗給了日本的明日之星資田信長 但是金川議員憑定亂世的理想與報復 被資田信長給繼承下來了 甚至可以說金川議員是資田信長的老師 這個說法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畢竟資田信長後來也上落了 不管金川議員他的形象是傻瓜殿下或是英雄豪傑 這都不會跟金川議員上落說產生衝突吧 那麼為什麼金川議員上落說 現在幾乎被歷史學界給否定了呢? 這個說法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分析看看吧 首先金川議員上落說是一種非常簡化的說法 在這個說法裡面 我們只看得到金川議員還有資田信長這兩個人 彷彿從郡和國到京都 就只有金川跟資田這兩個勢力 其他的大明或者是各地勢力就像隱形人一樣 所以要分析金川議員上落說之前 先讓我們來看看在統峽間之戰之前 金川議員的實際處境 金川議員在繼承加都之後 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整頓整個局勢 金川議員把遠江境內的豪族 包括錦衣家都狠狠修理了一頓 金川議員還跟資田信長的老爸信秀 為了爭奪三合國打了好幾年硬仗 資田跟金川雙方各有輸贏 說不上誰占上風 就算資田信長的老爸病死之後 金川議員還是穩扎穩打 他對內頒布金川假名目錄來強化內政 對外跟武田北條簽訂了三國同盟 金川議員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把三合國給平定下來 從這裡可以看到 金川議員始終採取穩扎穩打的務實作風 他對遠江還有三合都是從內政、軍事、謀略、三管齊下 絕對不是金川議員仗著自己的拳頭大、兵力多 就可以一路打到京都 而且金川議員上落的路上 除了資田信長還有齋藤、六角、北田這些勢力 目前沒有留下金川議員拉攏他們的史料 金川議員的個性務實又謹慎 他怎麼可能不用謀略跟外交 單純就靠手上兩萬五千的軍隊 就想要一路連打好幾場擂台戰前往京都上落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京都這時候還有幕府將軍啊 請不要隨便把劍豪將軍竹立一輝當作塑膠好嗎 在統俠間之戰的兩年前 流浪在外面的竹立一輝 跟三好長慶握手沿河 對自己背書 所以三好長慶才會向竹立一輝 遞出橄欖枝 邀請竹立一輝回到京都 這時候的竹立一輝跟三好長慶正值蜜月期 所以就算金川議員成功上落了 那他是要取代竹立一輝 可以自己成為將軍嗎 這樣不管是朝廷 或是三好長慶都絕對不會散罷甘休吧 還是金川議員要幹掉三好長慶 成為幕府最強的勢力呢 但是攤開地圖來看 就知道金川議員這時候沒有勝算 金川議員的補給線太長了 除非他能夠穩扎穩打的打下偽張跟美濃 不然就算是金川議員 也沒有辦法跟三好長慶對抗 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金川議員上落說 確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話說回來 既然金川議員上落說破綻百出 為什麼這個說法會這麼有名呢 這個又要講到最強說書人小賴福安了 小賴福安寫的福安信長記 可以說是戰國版的三國演義 不管是金川議員上落說 統俠間之戰奇襲說 或者是長小之戰的三段鐵砲擊 各種說法都是出自這本書 因為福安信長記是一個非常出色的說書畫本 雖然當事人覺得是歷史書就是了 他把故事的重心放在金川議員 還有織田信長身上 用緊湊的故事來誘導讀者 不知不覺就會忽略了周遭的局勢 打從小賴福安開始 金川議員上落說就流行了三百多年 甚至影響到了江戶中期的金川記 我們所知道的竹力、脊梁、金川的繼承順序 其實是江戶時代金川記的獨門見解 在戰國時代還沒有看過這樣子的說法 另一方面 雖然士丁幕府非常注重家閣 但是金川家的家閣並沒有想像中的高 竹力將軍底下有三管領家、玉香伴仲、國池仲 金川家屬於國池仲 在統俠間之戰的時候 三好長慶已經升級成為玉香伴仲了 所以說金川議員的家閣輸給三好長慶 真的要打的話補給線又太長了 這時候貿然衝去京都上落 也只是給三好長慶送經驗值大禮包而已 怎麼想都不合理 但是府安信長記跟金川記的合體攻擊 實在是太厲害了 整個江戶時代幾乎都是以金川議員上落說為主 到了19世紀末 日本軍部也採用了金川議員上落說 更加奠定了金川議員上落說的地位 直到60年代 史學家高柳光壽開始質疑金川議員上落說 到了80年代 學者九寶田昌西提出了更有力的反駁 他提出金川議員在統俠間之戰的不到一個月前 才剛就任三合首 所以統俠間之戰不是上落戰 而是要穩定偉張跟三合邊境的戰爭 當時金川議員剛拉攏了偉張境內的明海城 大高城 踏掛城 資田信長想要奪回這些城池 所以新說認為金川議員是去前線壓陣 確實這個說法也很符合金川議員小心謹慎的作風 看到這裡應該有很多戰友還是覺得不能接受吧 沒關係 因為兵長在大學時代也是上落說的信奉者 當時兵長聽到班上同學反對上落說 我還覺得我的同學只是特立獨行 沒想到過了20年 兵長現在反而比較認同心說了 在這裡還是得跟大學同學說聲不好意思 但是從這一點來看 日本戰國史真的是一直在改變一直在進步 從80年代開始 學界開始重新檢討金川議員上落說 到了西元2000年左右 坊間的日文歷史書開始把上落說跟新說並列作比較 就算是在日本 新說過了快40年才真正取代了金川議員上落說 所以台灣的戰友會覺得難以接受 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聽到這裡 大家可能會覺得 如果金川議員上落說是錯的 那麼金川議員為什麼要搭轎子上戰場呢 這樣不就說不通嗎 別急 所以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要來解析統俠間之戰 還請各位戰友繼續支持哦 月翔的戰國潛度旅行 我們下週再見